非常好 我第一次在學校裡參加這樣的一個感恩茶會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看到了好多的家長 我相信他因為這樣的一個場合 這樣的一個氛圍 每一個家長都落下了他的一個非常感動的眼淚 是不是呢 那為什麼慈濟人也當在這個母親節的前戲 都會為大家辦這樣的一個感恩尊重愛的一個感恩茶會呢 因為就是說希望大家平常就要注意到三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現在小朋友每天都要記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善 第二件事情呢是行笑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認真讀書 不用說每天玩電腦 只要你認真讀書就可以來增長我們的智慧 那希望說從現在開始 藉由今天這樣的一個感恩茶會 每一個親愛的小朋友們 你們在不在 在喔 從現在開始 非常希望說你們每一天回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或你們長輩們 他們辛苦的工作一天回到家裡面 用完了晚餐 希望我們各位親愛的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可以每天為我們的長輩放上一杯茶呢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而且 會長希望說 當你們風潮的時候 一定要有內心說出一句 你們感謝的話 謝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我非常非常的愛你們 這樣可以嗎 謝謝 我都沒有聽到你們的聲音 會長要哭了喔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我在這邊最後非常謝謝 實際的師兄師姐妹 你們這麼辛苦來為我們 歡迎這一場 這麼感恩的茶會 謝謝大家 好感恩會長 感恩 非常曉得咯 非常愛你的弟弟 行善行笑 而且要用功讀書 好 那非常感恩 在此呢 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員 我們工作人員來到前面 我們要跟大家獻上最層次的感恩 感恩 感恩你們 那現在要請所有的小朋友 你們起立以後 我們由後面來出發 加上後面來前面 也是由第一排陸續來出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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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